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天气还挺冷的 我们这边都下雪了 今天是咱们2018年第一个公开课 好 我很有幸 今天作为咱们2018年第一个公开课的讲师 跟各位来聊一聊咱们SU高级建模这部分的第二个篇章 因为去年的时候咱们做了一期公开课 讲了一下咱们SkyShop的这个高级建模 里边的关于曲面曲线这块的一个 我不能把它交成基础的 也是比较稍微会深一些 和有一些咱们这个老手可能也都没有注意过的一些问题 那么这一次呢 我们就就着上次的这个公开课所讲的内容 再进行一些小的案例的一个演示 咱们这一次的第二讲这个公开课 就是结合咱们这个曲线的控制 以及曲线的精度上的一个调整 以及咱们这个SOP 就是咱们这个起泡泡工具的一个综合运用 这一块来做这样的一个案例 那么这个呢 是咱们韩国他们这个沥水示波会上的一个主题馆 它这个表皮挺有意思的 我们喜欢把它称之为鱼塞表皮 那么这个案例呢 在咱们这个犀牛上面 就咱们现在比较热门的一个软件 犀牛上已经被参数化的一些朋友们 就经常在在做啊 用咱们Graphoper这块 那么咱这次呢 咱用SU去做一个原则啊 用SU做归做呃 大家经常会说用SU做 这东西一锤子买卖不可调整 但是啊 我们尽量做到让这么个表皮可以调整 虽然可能这个我用的这个 我说的这个调整这个词啊 还是稍微显得有些硬 一会咱们看就知道 但是啊 我们尽量让它可控可调整 OK啊 我们来进到咱们Sketch Up这块来说 呃 在进之前 我们把这个图再看几个啊 多看一下 一个红弯的一个认识啊 对吧 这是他们的一个主题管 好 这里呢啊 我已经准备了一部分的我们这个图啊 可以先看一下啊 我这里先绘制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基础的轮廓 就是因为我只截取了咱们这一个区域来做啊 最后的效果也可以给我先看一下啊 就截取了咱们这一个区域来做这一块部分的 所以这块呢啊 我这里先啊 先运用了咱们这个贝兹曲线来绘制我们这个轮廓线啊 一个顶纸图可以看一下 对吧 这样的一个轮轮廓线 贝兹曲线的绘制这一块呢 在咱们第一节课上已经讲过了啊 但是介于咱们今天有很多就是咱们的这些啊 新朋友 所以这块呢 我再把咱们贝兹曲线这块的这个绘制 再大概的再说一下 如果哪一块你没有完全听明白 你可以看一下咱们论坛的第一节啊 就是去年的时候做的第一期公开课的时候 我关于贝兹曲线的绘制方式这块的一个讲解 点击咱们SOP这里边有一个插件集啊 咱们Fredo啊 Fredo大声开发的 我自己把它整理到这个曲线曲面中了 啊 我们贝兹曲线 这里有很多啊 有很多他的下载赛中有很多他的这个贝兹曲线的画法啊 有各种 但是我们最常用的呢 就咱们这个贝兹曲线用的最多啊 其他的那些东西 其他这些螺线曲线 导角曲线 你也用不着啊 OK 我们点击一下 点击贝兹曲线之后 我们就开启这个工具了 对吧 我先跟各位把这个摘出来啊 咱们先看一下啊 轮廓其实很好理解啊 这样子一个关系 对吧 这样的一个关系啊 后面我就不怕了 大概就这样子的关系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先把它平面化放倒 啊 先把它放倒 我们来画它 这根线呢 啊 我就先放到这 我就沿着旁边画一下 你们就知道啥意思啊 注意 点完第一个点之后啊 我上节课也讲过了 双击shift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连续的画 这个曲线 各位注意看一下 SU界面的右下角 有一个控制点和段数 这一块的段数是20段 也就是说我们这根曲线 是20段的这个曲线啊 关于这一块的小问题和细节 我在第一节课上也讲的很清楚 我这里只是提一下 控制点呢 101个啊 我也提过了 你一般用啊 这顶多也就用不到10个 超过10个的控制点就没意了 当然他101个就是让你 就是你极限的用 你放开用 你都用不到 你咋可能用到啊 所以这块你就不用管了 但是你要改段数的话呢 我们一会说一下啊 OK 画到这就差不多了啊 双击或者是右键直接完成 各位 看到这个画出来的这个呢 和我画的这个差距还比较大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调整一下 右键啊 编辑杯子曲线 各位可以看到 这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啊 这个右下角刚才我所提到的控制点 这才几个嘛 对吧 我数学不好啊 你自己数啊 拽空中点 这傻子都会嘛 对吧 我们来控制杯子曲线走势 还有曲度嘛 对不对 我这里只是大概演示一下啊 因为我就到时候就拿这个接着往下做了 我只跟各位说一下 这根线是怎么画 对不对 这样的一个形态 控制点啊 控制点怎么找关系啊 控制点找取读 怎么移动控制点 如果你觉得这个控制点不够你用 双击一下呢 对不对 再加一个控制点 对吧 你可以不停的不加 你加101个傻子吗 呵呵呵 自己加去 OK 呃 我们来看一下啊 刚才我提到啊 这里是20段啊 这里是20段 各位来看一下我们的图言信息中啊 他这个框 咱们这个 同讯的这个界面啊 太小 我这4K的屏 他不够显示 呵呵 20段 各位看到没 20段 提一下啊 说到这提一下 咱们画个圆 SU里边自己画个圆 对吧 你这点一下啊 24段 我可以改成20段 对吧 我现在一改 这就是20段了 我在这改的啊 但是 咱们用被子曲线工具画的这个呢 你改这改不了的 因为它是灰色的啊 不能改 所以 继续回到我们这个编辑被子曲线啊 段数20段 对吧 如果你想改段数 OK 我改成15段 15 右下角啊 注意右下角 15S 哎 刚出快了啊 15S 回车 好了 各位 咱们再看一下这个段数 15段啊 所以说Fredo 他在开发这个插件的时候呢 他非常人性化的啊 而且这些问题 在咱们第一讲的上 已经讲的很清楚了啊 我只是跟各位提一下 好 这根线怎么画啊 就讲到这儿 上了 呵呵 画好这根线以后 这两根啊 都不用说了 对吧 都不用说 他这根就不用说了嘛 一根直线嘛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注意看 观察一下啊 刚才我提到了 对吧 研出来啊 这边就不画了 它是一缕一缕 我们也按照啊 自己先大概做一个 我没必要做它那么密 对吧 而且我这只是给大家讲怎么做 所以我也没做那么密 把它平面化之后啊 就是刚才我隐藏的这部分 我做了这么多 将来也就是在后边的一会儿啊 步骤中会用到 这好画嘛 对吧 阵阵阵阵直线啊 这我就不说了 太基础了啊 两组啊 其实没必要画两组啊 一组就可以啊 都行 这样的一个啊 分割的线段 一会儿我们会用到 关了它 好 这个贝兹曲线画 咱们轮回线这块呢 就这样的 那么咱们这节课 既然提到这个SOF啊 咱们的起泡泡工具 那么这个时候呢 起泡泡工具就该隆重登场了啊 我把这个工具也整合到 我这个曲面曲线合集中了 关于这个SOP中 咱们各个工具集的这个整理啊 你们可以自己整理 这是我自己整理的一套 就是符合我个人习惯的 我已经把起泡泡工具呢 已经放到了啊 我这个曲线曲线中了 OK 我们来看一下起泡泡工具怎么玩啊 轮廓线已经处理好了 保证轮廓线一定是要完全闭合的啊 没有断点 检查一下呗 一格猝死啊 看一下 没有啊 未闭合线头 没有 好 框选我们的这个闭合的啊 这个轮廓线 点击我们这个生成泡泡工具 OK 目前是交互模式 在交互模式下各位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对咱们这个UV进行的一个划分啊 咱们这个SOP工具中也会存在这个UV的啊 UV的划分 对吧 U线V线啊 U线 V线啊 U线V线 UV划分 这个量呢 有点少 你的UV划分的越细 你将来SOP所生成的这个压力的曲面值和曲面的感觉是过度的柔滑度啊 是不一样的 那么注意看咱们的右下方啊 这里有一个划分 这个位置呢 是10啊 UV划分量是10 那么这里呢啊 我们给它30的这个UV划分量啊 回车 OK 这就生成了我们一个基础的这个UV线的一个划分 然后我们开始对它进行一个啊 起泡的一个生成啊 它不然叫这个起泡工具吗 对不对 SOP啊 OK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边要用到我们第三个工具啊 编辑张力 首先啊 我们先选择一下 刚刚这个UV划分好的这样的一个基础面 点击我们这个编辑张力 输入了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张力值啊 因为这个呢 我们需要逐步的来测试啊 通过不同大的数值来找到一个自己比较可控的 一个更方便于你控制造型的一个啊 最终的一个形态 我们先给一个10看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啊 给10的时候感觉这个张力起伏不是特别明显 那么直接啊 给到30 依然不是很明显 那么再把张力值扩大啊 给到直接给到100 啊 100的时候呢 已经有这个感觉了 各位啊 可以看到已经有这个感觉了 但是还是不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感觉 另外我要说一下各位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 咱们的这个张拉膜啊 应该叫张拉膜吧 把它攒起来叫张拉膜 咱们这个张膜的这个凹凸的这个朝向啊 朝反的方向去朝 去生长出来了 原因很简单 这个SOP的这个插件呢 它会默认为你的这个啊 正面 即为它就是正正的一个方向 所以它的这个起泡的这个朝向呢 是根据它 根据咱们SKYSHOP中 这个正面的这个属性来进行计算的啊 正面反面啊 给咱们这些新手啊 说一下 在咱们这个风格里啊 这是咱们的正面颜色 背面颜色就代表咱们的正面和反面了 对不对 很好理解嘛 那么这个面呢 实际上是个反面面 这个面才是咱们的正面 那么这个时候呢啊 刚才说了 我们输到100的张力之后 它是朝着下边的 如果我们想让它朝上去张力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输负的啊 大家来试一下啊 咱们来试一下 比如说输负的100 看各位 它就朝反的方向上去啊 增加这个 它这个张力的这个增加量 OK 那我们再把它变大一些啊 输负的300 我们看一下 OK啊 这很快就变成我们想要的一个感觉了 对吧 可以再大一点啊 输负的400 是不是 这个就很明显了 这个张力啊 起来的这个感觉 OK 根据你自己的需要吧 啊 我这里只是失忆一下 我们也可以改回来啊 输负的300 OK 另外呢 我要说一下啊 如果说你不想用反面的话 你可以直接啊 就是刚才我们生成的时候 你就可以直接啊 通过咱们这个全选全选这个面网 对吧 右键里边咱们把面翻转去面啊 然后直接就不用输负的这个压力值了 你就可以把它啊 增长起来 OK啊 关于这个起发功率的基础的这个轮廓上面这一块的使用 呃 咱们就用这个轮廓 大家先说一下 一会儿呢 我这边啊 要开一个 就是我已经做好的 就是上下两个啊 我做了两个这个张力模 呃 用途是什么呢 咱们一会儿往下接着说啊 一会儿我把这个直接打开 来吧 各位 哎 就刚才啊 刚才咱们的曲面啊 这一块呢 我生成了两次 各位 咱们接着说啊 生成了两次 看一下 我把这两个啊 这两个生成的压力值的这个曲面 套在了一起 我把上面这个啊 给了个透明度 为了让各位看更清楚啊 咱们接着往下说 各位注意看一下 咱们刚才啊 运用咱们这个 Soft啊 起爆工具 我给各位 就是咱们这些新朋友啊 新手说一下 第一步啊 先生成泡泡 UV 刚才我讲过了啊 在咱们右下角你可以控制 第二步 编辑张力 编辑张力的大小呢 取决于你自己的 你自己对这个曲面的一个感受 你像我认为他啊 我觉得这个曲面就 鼓的不是很高 所以呢 这一块 我就轻微的让他鼓了一下 大概的压力值 就是压力值的这个大小呢 是根据你的这个轮廓的大小来走的啊 为什么有些啊 咱们朋友的呢 把这个压力值输到一千一万 才微微的鼓起一点的 就是因为 我把这两个挪开啊 就是因为你的这个轮廓啊 就是因为你的这个轮廓 特别大 特别大 大到你自己可能尺寸 你就没有把控好啊 所以导致你要输非常大的值 就是说在压力值 就这个编辑张力的时候 输到一千 甚至几千 才能有那么一个 轻微的一个啊 一个鼓起 就是压力增加的一个曲面的一个感觉 OK 这一块能听懂的啊 能听懂的 按个一互动一下 这块能听懂的 按个一 咱互动一下 还有 我刚才在最前面的时候 我提到了啊 一般呢 这个表皮啊 咱们参数化的人啊 就是用Graspoper犀牛这块的朋友 他们是可以通过参数化去控制啊 咱们这个变化的 这个张力变化的 OK 那我刚才在前面也提到了 我们要做它 我们也要能控制它 那么这个控制从哪来啊 控制就从这里来 各位 你想让它张力变大 那你就刚才我说的 编辑张力的时候 你稍微给大点 你想让它曲面啊 往下小点 就往下稍微小点 往下小点 对不对 那你这个编辑张力值就给小点 这个就是我们用SU能控制的地方 对吧 这是第一个控制的地方 OK 我们接着往下做 将这个面啊 我就不用透明状了啊 我已经给各位展示一下 这里啊 我用两个涂层啊 分别控制你 一个是高的 一个是低的啊 记好 记好 一高一低啊 两个部分都进行柔化 柔化各位都会吧啊 柔化 这基础都用基础了啊 咱们新来的朋友啊 啊 这是没啥说的啊 哈哈 好 柔化完之后 我们要开始下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了啊 就是做我们的这个条带 对吧 做我们的这个条带 刚才我前面给各位已经看过了啊 我这里已经划分好了 等一下 我这里已经做好了啊 这个条带等距的这个间距的布置 对吧 一根一根的线 怎么用 来吧 哈哈 OK 我们要用到这个拉线层面工具 拉线层面工具呢 是我们那个一个插线开发大神啊 Tiger啊 Tiger开发的extra的tools啊 extra的tools 在这个工具中 咱们SP呢 也加入进来了啊 我把它也放到我们曲线曲面中 就是我们的曲面 方向工具几种啊 拉边线啊 拉伸边线 沿着Z项啊 你扔一拉 拉多高都行 别拉太高啊 OK 拉好了啊 这样的一个就是分割的一个面 我们再把它拉大点 保证啊 保证你的这个所有的切片面 一定要覆盖掉咱们这个 这个膜啊 我暂且把它叫做膜啊 一定要保证你的这个切片啊 覆盖掉咱们这个膜 OK 那么这个时候呢 咱们就进行一个模型交错 首先我这里不是有两个吗 一个是高的 一个是低的 对不对 我们先把低的先关了啊 把低的关了 我们在高的里边玩 检查一下 看柔化干净没 OK 柔化的非常干净 好了 模型交错啊 OK 这一组线 已经被交错出来了 当然啊 我们也可以 我们也可以不在内部进行交错 不在内部进行交错 我们也可以直接在外部进行交错 这样的话好实举线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啊 只需要点击啊 咱们这个表皮 是吧 再点击刚才生成的这个啊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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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一个 咱们的这个边线 我把它就摘出来了 把它底下这个线就关了啊 关于咱们物件的这个图层设置 这都是基础啊 我就不做介绍了 好 两个部分 点选 只对选择对象进行交错 好 把这个部分我先隐藏看看 OK 咱们这个线就全部出来了 这样子很方便选择了 各位 是不是 当然啊 刚才忘了把这个线 就是把外面的轮廓线关掉 这个不碍事 一会儿我们有办法啊 我们先把这组线 打组 给它也设一个图层 这样方便我们管理 对吧 我习惯用图层来管理 隐藏和显示 就是高的那部分线 OK 我们把低的打开 这个时候我们再和低的这个面 我们第一个这个 这个是低的啊 各位高的我已经关了啊 高的我已经关了 注意一下 现在是低的啊 一样啊 操作方式一样 选两个部分 只对选择对象角色啊 这个功能很有用的啊 你们自己去体会去 因为咱们现在讲的是高级键毛了啊 这些小基础我就不说了 自己去体会去 OK 隐藏 你看这样就好选一些 对吧 OK了啊 这一部分也就打组了 现在呢 我们把两个部分都打开 各位 一高一低 两个部分的这个轮廓线就已经出来了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 来 刚才我不是说 这个地方没改过去啊 再 做个组 低啊 一高一低 把高的关了啊 为啥这么做啊 等会你就知道了 方便管理是一方面 咱们还要进行下部操作呢 刚才我说了啊 这个外围有一圈 轮廓线 怎么选掉 这个呢 用咱们 SOP 一个很牛逼的工具啊 我把它称为超级路径选择 直接点一下就行 看看呗 穿透了所有的交叉部分 而且精准的选择了啊 精准的选择了咱们这个边线 精准的选择了 摘出来 这个边也一样啊 还有一个直线边 好 择掉 这是我刚才前面忘选了 相当于一个后续的一个弥补 给自己做一个弥补 OK啊 把这个呢 也关到这个图层一去 彻底不用它了啊 它的任务已经完了 我现在所需要的 就仅仅是高的和低的这两组啊 这两组线 OK 我们现在要开始下一步操作了 咱们今天的课既然叫SOP 啊 就是我们的起泡泡工具 贝兹啊 贝兹Spling 贝兹曲线 以及我们的Cowloft啊 还没轮到 还没轮到老咖上场呢 咱们先把老咖先放一放啊 贝兹曲线 这个时候要开始它的第二步啊 第二个步骤了 来吧 前面这一块啊 这块的小操作啊 这个模型交错呀 还有提取线啊 这些的啊 看懂的按个1 各位 啊 那个选择叫什么 刚才我说了 就是要路径选择 我我喜欢把它叫超级路径选择 这个工具 别家找不着 只有SOPP有 啊 有些人可能会说 有些人可能会说 SOPP有啊 有些人可能会说 SOPP有啊 你去用SO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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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试一试啊 你去拿SOPP上 那个第二个按钮 你去点一点 你在将来 你有机会 用SOPP 你再试试SOPP这个路径选择 你自己对比去 我就不多说了啊 有些有些呢 老手认为就是说 SOPP上也有这工具呢 你试试嘛 你你玩一玩啊 或者你来听我的第三期课程 你看看看 哪个牛逼 哈哈哈哈 OK 咱继续 刚才我说过了 还是要用杯子取线 各位 看一下 这坑坑洼洼的 而且各种碎断线 看到没 各种碎断线 这个可不是我们想要的啊 有些朋友啊 直接就开始low了啊 咱有些朋友直接就开始low了 哎我都不想操作 那算我操作一下啊 我复制一过来啊 这块我把它炸开 俩都炸开 咱有些朋友不讲究 做到这一步啊 做到这一步就开始把老卡往处引了 就我们的啊 coverloft fredo大神的啊 经典立作 coverloft里边的skin工具 它就开始往处用了 关于这三个工具的基础操作 在咱们的第一讲公开课上 我已经讲过了啊 咱们的新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老手呢 估计也都会用啊 直接直接就不讲究了 就开始弄了 我还是我还是用这个选择工具吧 这两个头大开还不行 有些燃到一块 我就直接拿两个说啊 省得省得到时候把自己给绕进去 删掉一个啊 各位啊 注意看啊 一高一低 一高一低啊 这个也是我们的一高一低啊 刚才我说了 咱们有些朋友老手啊 不讲究 就开始直接整了 怎么整 在高的里边 高的里边啊 它宅 宅出来一根 我为了简单演示 本来是应该整整理完之后 一块弄的啊 高的里边摘了一根 低的里边摘了一根 然后直接就 老咖就整起了啊 看看 看看这UV乱的 恶心的 这就完了 咱有些 咱有些老手就这么 就这么开始搞了 整起了 这第一个部分就解决了 然后又接着往下走啊 把这高的摘出来 把这个低的摘出来 逻辑就是一高一低 一高一低啊 两个换着来 各位 已经有了吧 这个鱼塞的感觉啊 鱼塞的感觉已经有了 是不是 看懂了 看出来花花的点个1 看出来花花的点个1 各位 看出来的 看出来的啊 已经有鱼塞的感觉了 我继续往下做 鱼塞就有了 各位 但是我要说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 咱那有那老手那 太不讲究了 你恶心不恶心 你看 这啥嘛 这UV恶心不 对于一个建模强迫症来说 你像这种情况 这坑坑洼洼的 非常之恶心啊 好了 别着急嘛 对不对 咱做模型 做精细一点行情 咱做模型 做精致一点行情 对吧 来吧 我先把底线关了 先整咱们这个高的部分 贝兹曲线该出场了 贝兹曲线该出场了 右键 我得点一下 我刚开重启了 是吧 弹出去好几次 注意啊 在SUV里边使用咱们贝兹曲线功能的右键部分 一定要先在咱们的图标中启用一下咱们贝兹曲线 也就是说你点一下就行了 你或者这是我自己的工具集我点 你或者直接在咱们这个啊 就是咱们本身的这个地方啊 在这也能找 对不对 数语英文数语阳南英文还不好说 直接中文吧 这不是直接就出来了 对不对 贝兹曲线 点个小段角 就完了 啊 就过来了 点击一下之后 啊 我们的右键功能就启用了 贝兹曲线转换为固定段数度断线 各位 你先检查一下它本身多少段啊 在做之前 关于这个曲线精度的控制 这也可是我要提的 对吧 那么很简单 其实就是刚才这一步 那么咱们在上一节课上实际上也提过 关于曲线空间曲线啊 这个也不能算完全的空间曲线 但是这个也算是取也算是一步小的空间曲线 它的精度控制一定要结合我们之前的这个段数 因为在SU中没有真正的这个carver啊 没有真正的曲线 所以说你一定要是把它当成一个多端线去处理 那么这一块呢 它默认着啊 不是默认了啊 是和我们的这个皮啊 就刚才搞得我弹出去两次的这个皮 交错出来的这种八个边线 但是八个边线分布非常核心啊 那UV非常差 我要调整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要改它的段数了 我为了让这个生成的这个曲面呢 看上去比较舒服一些 柔化性好稍微好一些啊 我直接我先做一个大的处理啊 我先看一下 我先用杯子曲线的固定段数 这个功能去处理 我改为十段 它默认的这个不是默认啊 它本身是八段 我把它改为十段 这个地方真的就是凭经验啊 改完之后发现还是有有问题啊 发现这块的感觉还是不够柔滑 那么这一块呢 我个人呢 经常会先用一个方式啊 我会先把它转化成 直接转化成杯子曲线 各位看 直接转化成杯子曲线之后 你会发现 它变得非常柔滑了 对吧 这个就是一个SU中曲线控制的一个 小的技巧 但这一块呢 因为它段数啊 我按错了啊 实际上咱们可以接着往下走 把它改为杯子曲线之后 段数是有点多的 所以刚才我已经提过了 咱们在右下角是可以改段数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把它改为十段啊 OK了 这个就是一个时段 比较可惜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呢啊 比较可惜的一个点就是 这个 不能批量改啊 这个比较可惜啊 就杯子曲线这个 你要选一次性选一堆 一堆改啊 一次性选一堆改 它是不行的 所以这块呢啊 就稍微你也别偷懒 咱就用杯子 咱就就稍微就是手速快点 对吧 把这都改完 是这样子吧 我也就不改时段了 咱们就用二十段往下玩吧 反正我的电脑其实性能非常好 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那个前那一步 这个 soft这块跟我 跟我杠上了 我不改段数了 为了咱们速度快一些 我就直接改了 但是啊 我提一下啊 当你把它改成 杯子曲线的时候啊 各位发现没 曲度啊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曲度啊 就是说你已经牺牲掉了一部分曲度了 但是啊 我这样来说吧 作为咱们方案啊 方案阶段的这个模型啊 特别是曲面这块 精度啊 精度的控制这块 怎么说呢 那你要想把这个曲度控制的 和你之前那个曲度关系差不多的话 那你也可以编辑嘛 对不对 你编辑以后可以控制点嘛 咱们可以编辑嘛 你也可以拽点 但是没必要啊 就是我就说一个意思 就是咱们方案阶段的这个曲面 而且你只是一个 为了快速表达这块的话 你没必要去深究太细的一个东西 对不对啊 所以这块的话 要注意一下 这要能批量就好了 我回头 回头不行 给弗莱德大神发个邮件 跟他聊一聊 看这个能不能直接批量化处理 后面这块呢 我试一下另外一个工具啊 因为我担心 我为啥没有试那个工具 我担心那个工具 它处理的这个柔度啊 不够不够舒服 也是咱们弗莱德大神的啊 果然效果不是特别明显 算了 还是用杯子曲线的啊 那个是可以批量的啊 Coverzader啊 我刚才已经点了一下了 各位留心的已经看到了 因为我是想试一下 不行的话 我就不说这个 咱们接着杯子曲线吧啊 是这样子吧 就做这一部分 然后呢 咱们把底下那个啊 也做一部分 给各位做一个 大概的一个案例介绍 对吧 具体的操作 我已经讲的很清楚了 而且说实话 你们看到了 我做的很多比较精细的曲面啊 有些部分呢 真的就是这样子 比较精细的一点点处理出来的 真的是这样子的 一会儿这块说完之后 咱们再回到一开始的部分 我还想聊一个 有意思的一个方式 好 来处理我们的一个 一个线面的一个关系 我不知道各位 你们用SU怎么去做这个鲨鱼皮的啊 我觉得这种方式做的话 是比较可控的 首先它的可控点就在于 刚才我所说 关于起泡泡的压力值这块 这块的话你是完全处于一个可控状态的 因为你可以控制你的这个压力膜的张膜啊 OK 就这一部分吧 好 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对比一下嘛 这有对比还有伤害是吧 各位 咱们看看前面这些线 前面这些线 是不是很非常柔顺啊 飘柔 后面这些线你看硬 特别硬啊 特别硬 而且非常难看啊 好 这块呢 这时候我就不用直接像刚才那样去摘了 我两个都炸开 因为他们俩 就是上下关系 已经是各自独立的啊 咱们这个SU中所谓的曲线 OK 来吧 Skin走起 第一个 第二个 一高一低啊 一高一低 一高一低啊 给咱们眼神啄的朋友啊 一高一低 一高一低啊 看看这曲面多柔顺啊 这些课咱们课上也说了 就叫啊 SOP Basey Spring 还有咱们的Caroloft 三大工具的综合应用啊 这就就就把这个问题就说得很清楚了啊 这都是 为什么要把这三个工具拿在一块说呢 就是依照这个案例啊 这样说起来 大家就能直观的这样一个感受 各位是不是有一种已经出去成型的感觉了 各位 是不是已经有感觉了 这个感觉啊 你可以根据你需要的一条 对不对 你马上到咱们这个比较丑的区域了啊 我都不想往后坐了 哈哈 你看这 这个看这个啊 看这两个线 对咱对比一下啊 咱对比一下 来吧 看看结构线 啊 把这个 把这个档实现的玩意儿给他弄走 图层 你看这乱的 你看这个关系 对吧 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 后面的我就不做了啊 各位 我把它赚钱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鱼腮皮啊 鱼腮 这起的名字挺有意思的啊 鱼腮 听懂的啊 咱按个一互动一下 各位 这就是咱的鱼腮啊 后面这我就不弄了啊 这一个个在改被子曲线挺累的啊 回头跟跟F大神说一下啊 看能不能弄个 批量编辑啊 OK 这是咱们第一个小案例的讲解啊 咱们来讲咱们第二个 哎 对 别急 刚才我还说讲第二个 这个 刚才咱们不是前面 前面说关于那个切片的问题吗 对吧 关于这个切片啊 各位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山 你可以把它沿着Z轴啊 我就扭 就扭一个了 其他我都扬了啊 咱们说是 你把它当成一个山 用咱们的等高线生成工具去做啊 先柔化一下 这样你看得明显点 我量一下整体的高度 2米4 2米4就0.1嘛 好 各位 也生成了 看到没 快不快 再来小低一点啊 0.05 这儿啊 特殊用法 看懂的 按个1 逆向思维 逆向思维啊 逆向思维 刚才前面呢 我用的是一种普通办法 就是拧弄模型交错去了 啊 这个咱们用逆向思维的话 直接就很快就可以生成咱们这个线 而且直接是提取好的 看见没 直接就是提取好的啊 都不用你再折腾 当然啊 依然就是里边也是碎线不断啊 看看啊 还有这种小碎点呢 还有这种小碎点啊 这都是不 这都 这都是在建模中不允许的啊 还是要整理 我只是说很快的可以干刚刚那个事情 OK 咱们第二个案例进行啊 第二个案例 是咱们论坛十周年啊 当时用我的这个模型 做了一个封面啊 这个莫比乌斯 莫比乌斯他本身不难 他本身非常简单 这个模型呢 他难在哪 难在他的每一个面 是拓谱状的四边面 而且是这种 矩形的啊 这种类矩形啊 我不能把它完全叫成矩形 其实它中间是有一个 拓谱的一个斜线的 OK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实际上这个模型 哎呀 我当年做这个模型的时候 已经 已经有好多年了 我感觉应该是差不多有五年了吧 五六年前做的 当时在咱们论坛 这个模型我在论坛上发过啊 有感兴趣的可以下载去 开一下 这个是当时在论坛发的一张图啊 OK 各位可以看到啊 我现在打开之后呢 有这么样的一个 每一个面 每一个面都是正方形的啊 每一个面都是正方形的 公众号上发的 是另外两个莫比物词法啊 其中有一个呢 也是我做的啊 每一个面都是正方形 OK 我们就接着这个往下做啊 来吧 先复制一个出来 这个形体我就不讲了 这太基础了 没必要讲啊 你们这些咱们这个 既然咱论坛里边 应该都是高手啊 当然咱们新的朋友 可以去听我的公开 听我的课 我会从基础开始讲 哈哈 OK 我们先把这个炸开 啊 不是 先别炸啊 先不要着急 先做偏移 为什么要做偏移 各位注意看 我这里边是有感见的啊 我给他偏移一个0.0.1了 0.1有点大 0.05 0.06 啊 大概有感觉就行 就0.0 0.0 我看看啊 0.04 差不多 0.04 好 偏移完了之后啊 全部设定为唯一 这样的话呢 就不影响到这边 其实那个要这边 已经无所谓了啊 我是为了给各位演示啊 OK 这个时候呢 我要用到一个工具 随机选择工具 为什么 各位看一下 我这里边啊 是随机性的分割出了啊 有个镂空的 有实面的 对吧 随机选择 Rounder Selector啊 40% 选中里边的一部分 右键设定为唯一 那么这一部分呢 啊 就是随机选择的这一部分 OK 我给他上个颜色 然后剩余的一部分 我再给他上颜色 各位 一个关键的点来了啊 一个关键的点来了啊 注意一下 你看各位 我的甜色的一个建模的逻辑啊 我没有填这个边 我没有填这个边啊 我重申一下 我没有填这个边 干什么用 等一会往后看 复制一个 OK 这个呢 我就要全炸了 啊 这个时候就全炸开了 炸开之后 我给他整体打一个组 好了 现在有一个热门插件啊 又要龙正登场了 我们Fredo大神的 Fredo Scott里面的啊 我们的 变形扭曲啊 变形扭曲工具 来吧 点击我们的这个变形扭曲 各位 这里有几个轴 我们既然要做莫比乌斯环 各位 莫比乌斯环 可以看到是正方形的截面处进行的扭转 那么所以我们这个转轴呢 肯定就在这个位置啊 去控制 对吧 在控制前 你们也可以控制一下这个段数啊 按住我们的TAB键 点击一下啊 按住我们的这个TAB键 可以控制我们的切片数 对吧 可以多一些 也可以少一些啊 这根据你的这个精度来 你想要你的这个曲面啊 变化的精度 更精细一些 那么你就多一些 少一点 那就粗糙一些 这根据个人的这个啊 个人的习惯啊 以及你对你这个模型将来的这个精度的把控 你来啊 来处理 OK 现在开始扭转啊 找到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控制轴 各位 因为咱们这个呢 是正方形的截面 咱们乌斯环的这个啊 空间啊 空间网架造型 所以这块呢 我们只需要找到咱们这个正方形边线的终点即可 我们点击我们控制轴 再点击我们下一步的这个边线的这个终点处啊 我们进行一个扭转 可以看到啊 当我点击这个终点处的时候 咱们这个红色的虚线呢 和我们SkyJufe这个世界空间轴呢 是否全形的啊 这个呢 让各位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保证我们的这个控制轴和我们这个组件之间的这个关系啊 OK 我们点击这个终点 开始进行我们第一步重要的操作啊 扭转 扭转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这个交互式模式呢 直接就显示出来这个扭转的这个角度 在我们这个右下方啊 也有我们这个旋转的度数 你可以通过自己啊 这个移动 来找到你想要的这个度数 也可以直接输入咱们这个90度 啊 然后按一下回车键也是可以的啊 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这个度数之后呢 我们就点击一下就可以了 或者是按回车键啊 呃 这一块呢 咱们要注意一下第一步啊 90度 我强调一下啊 90度 90度 啊 OK 计算完成 这个呢 就是我们要的啊 第一步的这个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啊 把它变成一个平行视角 各位可以看一下啊 非常完美啊 非常干净的一个形体 OK 第一步 扭转90度 完成之后 我们要开始啊 最重要的第二步啊 那么第二步呢 我们就要用到一个新的工具 也是我们Friedle Scout里边的一个重要的工具 就是我们这个镜像自由弯曲工具 啊 我们点击一下 可以看到点击之后呢 我们这个旋转的这个仪表盘啊 这个螺盘就已经出来了 就是我们这个扭转的这个角度 角度器啊 这个角度器呢 这个角度器呢 我们是可以通过来锁轴来控制的啊 在键盘的上下轴轴啊 可以控制各个方向 对吧 这个是没问题的 那么这里呢 我们是需要在XY平面上啊 在我们XY平面上 进行一个镜像的一个弯曲 所以这块呢 我就把它锁定到咱们这个Z轴上 OK 转化成透视模式啊 同样的啊 刚才说过了 我们的这个莫比乌斯环呢 是一个正方形的界面 就这个时候呢 去咱们正方形边线的这个中点处 这是咱们第一个点 OK 然后找到我们啊 整个这个组件形体的最端 另外一端的这个正方形的这个中点处 点击第二个点 对吧 一定要点准确哦 点击好之后啊 为了让各位更方便的看一下 咱们还是一个顶式图状态 OK 点击好这两个点之后 我们开始镜像弯曲啊 按住鼠标左键 我们开始弯曲 弯曲的时候呢 可以直接啊 像我们刚才第一步扭转一样 可以直接输入度数 这里注意180度 我强调一下180度 OK 回车 我们再计算 好 很快的啊 我们这个第二步就 镜像弯曲就完成了 各位到这一步的时候呢 咱们这个莫比乌斯环造型 基本上就完成了啊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 这一步我留着 我们复制一个这样好过程性 对吧 OK 那么可以看到啊 我们莫比乌斯环的这个出具形态 我们差一半是不是 它很简单嘛 我们就用下SV里边啊 咱们加入这个镜像镜像插架就可以 点击一下 我们镜像一个啊 通过镜像面 是吧 我们镜像一个 但是各位 镜像完之后呢 虽说是颜丝和缝了啊 两个啊接触 但是各位可以看一下 怎么看都觉得怪怪的 怎么看还是有点不太像 其实这一块呢 是因为我们还需要再镜像一次 那么再次的镜像呢 我们就不需要咱们这个镜像工具了 直接用咱们SKYTRAFT自身的这个功能就可以做到啊 咱们这个缩放功能 S啊 通过我们这个缩放的这个面控制轴 我们直接就可以镜像 点击我们下方这个面控制轴啊 咱们往Z向上往上挪 输入啊 输入-1 我们镜像 这是个基础操作嘛 我相信咱们无论是一些啊 老手啊 中手啊 他们的大神级选手啊 应该都会操作吧啊 这个S又自带的镜像功能吧 老生常常了 OK 再点取我们这个关键点 对吧 然后呢 沿着蓝轴啊 也就是我们Z轴 往下移动 卡到我们的这个啊 沿四合缝的这个焦点处啊 OK 来吧 我们看一下 一个非常完美的啊 一个这样一个莫比乌四环 我们就组合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我刚说了 从这一步基本上就已经 把我们这个造型就做完了 这一步呢 就是一个镜像关系 二次镜像啊 我瞧瞧一次 OK 虽然到这儿咱们已经把造型做完了 但是因为咱们这个是啊 一个咱们八卦杂志封面上 我当时做的是一个框架体系的 一个带木墙板的这样的一个 就带镂空随机木墙板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扶植布 是不是 那么所以我们再接着往下进行 我们复制一个啊 这样的话比较直观一些 各位 那么这个时候呢 刚才我前面这一步中 通过随机选择工具啊 选择我们的一部分的这个 40%的这个咱们的单面这个组件 然后还进行了一个啊 轮廓偏移 然后还给面上上测的这样一个 操作呢就要用到了 我们来看一下啊 先把这两个物件分解 然后我们整体给它打一个组 为了避开其他的 OK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很快的可以把这个啊 我们拓谱面的这种四边面 四边拓谱面的这个木墙板 就可以很快的随机选择出来 对不对 因为我们在前面已经进行了上测处理 对不对 我们对着其中一个面啊 右键选择 使用相同材质的所有项 这个是咱们scatch up自带的功能啊 非常方便 OK 所有的红色的这个木墙板就选到了 我们打个组 可以看一下 对吧 很清爽啊 很清爽 对不对 同样的 我们把这个橙色的啊 通过相同的操作 也选择出来 非常清楚 是不是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啊 对这两组木墙板进行啊 你想让它裸空 你把它删了 你想给它加厚度 那就咱们通过啊 后面一会儿要讲到一个插件 咱们给它加厚度 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一步啊 这一步所做的的终极奥义 就是用到这了啊 各位要明白这个问题 OK 刚才我说了嘛 咱们这个是一个 镂空状的墨碧屋四环 带木墙板 带随机木墙板的一个过注物 那既然是木墙板 那咱肯定不能是片状 所以咱这个时候呢 就要给啊 这个木墙板加厚度了 但是各位 这个加厚度呢 咱们这个 直接用咱们这个啊 推瓦工具夹 看各位 提示你是加不了的啊 我这可是一个面 加不了的 对不对 是因为咱们这个是透普的面啊 不是一个真真正正的一个 矩形面 对吧 所以这一块呢 我们就要隆重推出我们 弗洞大神的啊 弗洞大神的啊 弗洞大神的这个 超级推瓦工具啊 转弃的推拉啊 里边的联合推拉啊 来吧 我们来看一下 选择啊 其中一组吧 咱们就用这个 橙色的这个 木墙板 给它加个厚度 对吧 点击两个推拉工具啊 直接选择其中一个 我们就开始拉起厚度 拉拉呢 觉得这个厚度有点厚啊 因为它是交互模式嘛 你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 即将变化的这个过程 我们把厚度改一下 为了计算快点 厚度 我们这个木墙板的厚度 打薄一点啊 2.5 好 我们直接点击一下 一块一块的加厚度啊 这个计算过程呢 我们可以稍微等待一会儿 各位 刚才咱们看了 用咱们的scatch up 自带的这个 厚度推拉工具啊 咱们推拉拉嘛 没效 没效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刚才前面我已经说过了 但是用咱们这个联合推拉呢 就可以对咱们mash化的这个surface啊 我们把它称之为surface 实际上在scatch up中 没有真正的曲面啊 我们就可以对这一个一个的 类曲面的这个木墙板呢 进行一个整体的hold住啊 这个加 OK 计算速度还算OK 而且这个插件实际上用了很多年了啊 就咱们联合推拉非常稳定 只要你的面儿够干净啊 只要你的面儿够干净啊 是非常稳定的 我们再等待一会儿 就看这一块一块的这个生成 还挺有意思的 而且这个插件 它在生成厚度的同时呢 它会把之前的反面自动的翻成正面啊 这个是有参数可调的 即将算完 OK啊 我们就把这个已经上出来了啊 这个呢 就是我们啊 咱们这个封面上的 咱们这个墨比乌斯环啊 木墙板的这个框架体系的构筑物的一个造型 现在看的不是很直观 是不是 刚才我不是把红色的这个木墙板也全部窄出来 我们把它隐藏掉就可以了 各位 现在看的就直观了吧 是不是 再开个阴影啊 这不就是咱们啊 咱们这个八卦杂志封面 我当做那个造型啊 几乎一模一样 还差一点 差哪 咱们这个框架啊 咱们的框架没有加厚度 刚才这个木墙板的厚度 咱都已经说过了 那这框架加厚度啊 对不对 没必要说嘛 一个道理吧 把面一选整体联合推拉嘛 厚度你自己选 可以比这个木墙板的厚度稍微多一点 是吧 显得有凹层次感 好啊 咱们这个造型呢 就说到这儿 让刀虫大神接着讲E-Scape 啊 OK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 我用E-Scape做的这个建设动画 可能会有一点点卡顿啊 咱们就大概看一下 前面这部分呢 是我用Skish Up做的啊 前面这部分是用Skish Up做的 有画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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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就行 各位可以看一下啊 我可以告诉各位 所以我用E-Scape做的这段动画的时间啊 我可能持有了一个小小时 大概也就是三个小时到四个小时吧 我又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简单 是卡一般播视频都卡了 OK 来 我们来看一下啊 各位 这个呢 是我自己啊 是我自己建的这个Skish Up模型 是我们经典的这个五大师啊 咱们建筑界啊 五大师 MISS FANTHRO的这个 柏林新国家美术馆 我们来看一下E-Scape的这个基础的一些操作啊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界面 就是我们E-Scape的实时反馈出来的一个啊 一个界面 我们这个界面呢 就像Skish的啊 你不多说了 OK 我先把咱们SOP隐藏起来啊 缩小可大可小啊 孙悟空 直接变了 OK 各位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E-Scape 它非常就是非常好用的地方 它跟Skish Up无缝对接 怎么个无缝对接法啊 我大概转一下各位 看 这就已经有有变化 包括我直接存好的页面啊 直接存好的界面 还有它的质感 我自己做了个水啊 当然我加了一些模糊 就说你在SU里边啊 所见真正就是所见即所得 而且我们可以看它的质感 因为现在最新版的E-Scape呢 是2.2.12啊 2.12版本 加入了材质编辑功能 所以在编辑 在材质表达这块呢 其实更加完善了 你知道啊 它本身呢是通过就是说它本身的材质啊 可以通过一些关键参数去调 就是关键应该不能叫关键参数啊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材质面板啊 在我们的材质面板 你比如说我要把它变成水啊 我只需要输入一个这个Water啊 就主要输入关键词 针对一个材质输入关键词就OK 那么新版本呢啊 多了这个材质编辑器 当然水材质还是不用调的啊 转换成其他材质 我们可以看一下 其他材质啊 多了新的这些功能 增加凹凸贴图啊 还有反射值啊 还有我们的这个材质的这个相关的一些金属感啊 金属质感以及基底 还有我们的啊 这个一会儿我会介绍的这个自发光材质 就让地面自发光啊 这个实时的就根据会有变化 还有我们这个玻璃的透明材质 因为我选的是咱们这个地面材质 所以这块就没有参数 对吧 而且escape的非常就是方便的地方呢 就是代理 各位可以看到啊 我这里有三个块 OK 我先把它转换成清晰的 不是不要把它变成一个这样的模糊的模式 我稍微把它变清晰一点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区域啊 有一滩水啊 这是我给的water的这个水材质 上面是三片树叶 各位可以看一下 各位 这感觉怎么样 你先不说别的 咱们先说这个这个快速表达中和他这个体验出来的感觉 你们觉得OK的咱点个1 非常快 就我在SU中 只要怎么玩 他escape 立刻就可以找了 这三个就是代理 啊 这三个就是escape的代理 而这个代理呢 本身啊 本身就是一个这个叶子的一个sketchup模型啊 我直接通过咱们这个代理工具导入啊 咱们今天呢 我就不按顺序去说 那么在我的课上 我肯定会把这个按照系统性的来介绍 那么今天呢 我是先让咱们各位高手新手 还有大神了解一下咱们escape 啊那escape的这个object 它的物件功能非常强大 它也有啊 泛光源啊 咱用过韦瑞的人也知道吗 那个球形灯嘛 泛光源 yes yes里边啊 我这随便 我一会再开个模型 咱就说两个东 啊声音 因为可以直接做动画啊 刚才各位也看到了 可以直接做动画 一会我演示一下 所以可以直接在动画中加入声音系统 还有我们的这个刚才我要说的代理 这个代理实际上就是我这有个yes啊 我打开一下 我的yes 这就是我的啊 我的代理 我直接通过 这个escape的这个代理功能 代理功能找到这个yes的skyshop模型 直接导入进来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块啊 不是块了啊是线 非常不占内存的啊 非常不占内存的 而且显示的时候呢 就是一个 以一个组件的方式 对吧 啊我这还种了一棵树呢 各位 咱们来看一下escape的代理功能啊 我这里种了一棵树啊 我导入了一棵树 我拉远一点 换个场景 调整一下 对 这才是我想要的 我就在这种棵树 全是树 啊 这只是这只是冰山一角啊 这些树只是冰山一角 所以这块直接导入进来的树啊 我之前之前做的场景里面有 这是一个换个角度啊 换个角度各位 咱先不说别的 你去大家都来说 咱就说这个质感啊 这个感觉 对吧 墙面上升级的感觉 哎 我就说一下各位 咱们都是做建筑方案设计的啊 咱们是做建筑方案设计的 咱们不是效果图专业户 咱不是做效果图的 效果图 嗯 我不说建模师了啊 咱不是做效果图的 我们要的就是快速的把我们的方案 进行一个可视化表达啊 对不对 而escape的这个感觉和这个质感 完全是ok的各位 看没这种感觉啊 还可以做一些特殊的这种感觉 对吧 比如这种啊 就模糊点 一种镜头感比较强的 而且同步啊 我来说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拉走了啊 拉远 我还可以拉近了 对不对 为什么我这有一块跟着改 当你把这里关了啊 这一块我提一下 这个呢 就是和我们sketchup的当前界面 同步的一个案件 我把这个怪拟关掉之后 他就是他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啊 一个当前的一个视角界面 对不对 我在我的sketchup中 无论去怎么操作 我哪怕新建一些东西呢 对不对 我去新建任何的啊 我换角度 换场景 对吧 啊 他这边是不受影响的 但一旦我链接上之后 他马上啊 刷新一下 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可以刷新的啊 刷新一下 他就很快的就到啊 我的这个当前的这个场景的相对应的视角下了 各位 觉得怎么样啊 啊 我今天不是推广插件的啊 我只是跟各位聊聊这个sketchup 在这个领域上的一个强项啊 你 哎各位 你拿尾位做成这个样子 我相信没几个人能做成这样子的啊 你用尾位去做去 我就给你 我就给你三个小时 你做 哎呀 我这个图我两个小时就做出来了 啊 甚至不到两个小时 我只要材质贴的OK 啊 我可能就一个小时不到我就出来了 而且我一出出一堆 我换个角度 我任意出啊 我还可以换角度 对不对 我随便找个角度比较经典的角度 看见没各位 这种这种镜头感啊 这种镜头感非常强 所以 所以有些东西啊 这个作为咱们方案设计师来说啊 我们要的就是方案的快速表达啊 老老生长谈了 对吧 OK 来说一下啊 来说一下怎么去做这个动画啊 大概介绍一下 因为前面刚才 前面刚才我演示了一下就是这个动动画的过程啊 先比如说我就给他一个路径啊 我就剪暂定 暂定这块吧 从这开始啊 从这开始 就从这开始 我先让他有模糊变清晰 各位 动画的按钮 很简单 今天介绍 啊观看这个video的这个按钮就OK了 点击一下 我们看一下 看各位 啊对这块的没有慢慢的变化是因为我参数还没调啊 我把这个动画的这个帧数要调一下 动画的帧数啊 动画的帧数啊 动画的帧数 调的慢一些 30吧 啊 播放的这个速率啊 播放速率 还是有点快 不着急 我们再接着走啊 这是从模糊 先从模糊变成我们的这个清晰 然后呢 再换到第二个角度啊 整体设置一下 第一步 然后把它变清晰我们那个镜头感了对吧 然后再走 因为是因为我今天是用了这个两个屏放在一块为了给各位方便演示 其实我是双屏的啊 我双屏的话 我一个屏是sketchup 我另外一个屏直接就是escape了 而且那个时候显示的范围是多一些的 所以我之前定的这些角度 呃在这种在这种模式下就显示的比较少了 我得重新定一下 OK 然后结束位置到这 我们来看一下 看各位 好了 这个玻璃的质感怎么样 哎 同志们 哎这个玻璃的质感 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玻璃的质感 觉得觉得还OK的 咱按个一啊 呵呵 玻璃的质感 escape的玻璃质感 我觉得真的 还是不错的 啊 非常之OK的 这东西可不是你拿尾瑞在那折腾半天的啊 万大没没别的意思啊 我只是出于两个方向上来说这个事情啊 哈哈哈哈 我们是做方案的 我们要的是效果要的是快速 OK 动画非常简单吧 各位看到了没 你就换一个场景 就是说换起始点点点一下 然后你换一个场景 他就会自动的把你的路径记录下来 对不对 直接就形成了动画 我说句不客气的话 我这个因为我用的是4K屏啊 我用的是4K屏 我可以直接屏幕录制 就完了 我都不需要去像Luming的那一 渲染一晚上 因为各位Luming的8.0现在 它的这个实时的显示效果 和它最终的渲染效果是不一样的 我相信咱们用Luming8的人 已经知道这个事情了 那么我在Escape上呢 我可以直接用一个屏幕软件 我就可以直接把这段就录完了啊 然后拿给甲方看去 我还不费劲 就刚才我 刚才我给各位看的那一段动画 就是我用屏幕软件录的啊 我用屏幕软件录的 因为我4K的屏 我可以直接就录了 而且最关键的是无缝对接 你比如我在这里边 我想加个东西 我就想加个块 起来了 一个块就走了 走你 我想加啥就加啥 当然这个就是目前来说 就是它分为 它是一个年版和月版的啊 你也可以买月版的 就是说你想在这里边改任何东西啊 你实时反馈嘛 对不对 实时反馈很 就很方便 嗯 不用演示了 刚刚演示过了 就是很方便啊 你你直接就是实时反馈 我这一块呢 是加了个HDR 就是咱细心的朋友啊 应该已经看到了 我后面加了个HDR HDR是在这块加的啊 在我们这个大气环境指数下的这个啊 在这个参数下可以加入HDR 而且HDR不仅你可以加入 还可以设置啊 HDR的背景的这个变化 各位用过尾瑞2.0的人 你们肯定清楚 尾瑞的HDR 在我说的是2.0啊 我没说3.0系列的 尾瑞的HDR 你想转一下 累死你 这半天找不着 你不知道哪个角度是适合的啊 你不知道哪个角度适合 而且光可以直接调 HDR的光 可以直接调 老万心动没心动 哈哈哈 直接HDR可以直接调 调他的HDR的这个强度值啊 以及外围的这个啊 HDR的UV 所以这块的话呢 怎么说呢啊 作为我们方案的这些 呃咱们这些专业户来说啊 我们就还是那刚刚那句话 对吧 OK 呃 这底下这些啊 因为是我用的是HDR模式 关闭HDR模式 他还有自己的这个相关的模式啊 自己的相关模式呢 我们还可以调天空的亮度啊 通过时间 所以我们还可以调这个天空变化啊 天空变化 就是做一个日照变化这样一个动画 一直到夜晚啊 因为我这没有调参数 所以就大概演示一下 可以直接实时的啊 实时反馈 OK 我继续开着HDR因为我喜欢这个颜色啊 呃 刚说完了啊 HDR该说哪了 哈哈 有点太兴奋 我现在已经完全 呃就是用这个玩意儿离开手了 太方便了 呃 他的这个出图啊 也比较方便 分辨率可以设置 而且最新版的可以直接导出 啊 Material ID 就是说你可以直接啊 导出一张渲染的这个ID 就是你的那个通道吗 咱们玩后期PS的朋友们都知道吗 你需要选区吗 对不对 新版的可以直接导出来这个材质ID啊 非常方便 呃 还有草坪草坪 咱们一会看另外一个啊 我再开个模型 OK 这一块呢前面的这些默认参数啊 这些我就不想讲了 咱们今天主要是介绍一下它的易用性 呃这个模型基本上 你也可以在这里操作啊 你也可以直接在咱们ESCAPE里边啊 进行角度角度选择角度操作啊 都可以啊 都可以 而且也可以同步选 就太灵活了 灵活到发指令人发指啊 太害怕了 OK 咱换个模型 不等啊 我们的课不等啊 哈哈哈 换个模型 我们来看看ESCAPE的草 还没开开呢啊 正在读 读取 我把我之前的参数来导入 而且ESCAPE啊 可以存你之前的这个 就是你自己设置好的参数啊 可以直接 可以直接用你设置好的参数 挑一个啊 各位这个是他的白模 白模参数啊 白模参数 不用两眼偷视啊 我先给各位看他的白模参数 草坪可以关掉了啊 前面这块就是草坪 草坪 我在这个之前呢 我的那个ESCAPE的入门课上 也说过了很简单啊 你在这直接输入一个GRASS啊 他就变成草坪了啊 而且草坪可以关掉啊 可以关掉 因为变局咱们模型表达 各位看看 看这个 看这个我们韦瑞里边 把它叫什么AO啊 环境紫光这种感觉的 这种渲染的方式啊 感感觉一下各位 自己感觉一下啊 自己感觉一下 哈哈 然后还能加边线啊 我们还能加边线 你就不用渲染了 你就不用不用去渲染你那个边线啊 我们加了个边线 看到没边线已经加上了 鲁鸣太费劲了 鲁鸣你还要倒出去 再倒进来乱七八糟的 哈哈哈哈 边线还边线的粗细还可以调啊 人家ESCAPE的团队都已经把这个考虑到了啊 模型范儿 把草坪开开啊 把边线把边线调啊 把边线关了 这是ESCAPE的草坪啊 我对我对ESCAPE的这个玻璃 玻璃我实在是爱不释手啊 这个玻璃这玻璃的质感简直是棒呆了 哈哈哈哈 我之前这个还隐藏了一些啊 隐藏了一些动植物 也是一样的用代理做的 因为今天用的这个双屏 角度就不好打了 可以看一下我这个渲染的图啊 我给各位看一下我的渲染图 就直接倒出来的啊 我今天这个就是临时打开 给各位看一下这个草坪 我也没有调它的参数啊 我看看我这有没有 因为我的参数 这个参数我不知道还 还在不在啊 存了不少参数啊 应该就这个参数还行 刚才你们看到那个车啊 是我之前做的一种模型范的啊 模型范的时候 我用的是那个车 这个没有调啊 这个要调的话就比这个 比这个感觉还要更好些啊 也可以加一时电热啊 我点我已经开了一时电热啊 这个感觉 各位看一下这个感觉 哈哈 这个是我临时调的啊 我找一下我渲染的图啊 这个是直接啊 一次给不出的 基本上就没有 哎 不是基本上就没后期啊 顶多ps 调量对比多 这个HDI有点偏红了啊 它的那个光线啊 因为没调我这边懒得调 今天给大家临时的这个看一下啊 主要是为了给各位看 刚才是这个 蜜范德罗呢 我那另外一个项目啊 另外一个呃 我录制动画了这个 这个是临时开的啊 我开了点开了点发过物画 我觉得我觉得这样这种感觉的啊 就是你稍微调一下这种感觉 拿去给甲方汇报啊 基本上就够用了 我觉得至少是对于我们方案的来说的话啊 是已经够用了 可以调下时间 调时间也非常直观啊 这位同学你来晚了 哈哈哈 ok啊 刚才我说了一下 那个要讲一下这个灯光啊 我这里边有啊 有灯光 给一个室内参数 室内的 各位看一下 这是我们escape的这个灯光啊 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iES啊 iES可以直接 点一下啊 点一下 可以直接载入iES文件啊 也可以直接编辑啊 编辑啊 编辑范围 点击一下看各位 黄色区域啊 很直观 而且你在这边一改 旁边就很立马就开始跟着动啊 非常方便 所以我觉得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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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头还挺厉害的啊 这个势头比较厉害 再加上现在刚才我也已经说过了 支持自发光才值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这上面这个灯光啊 这个条 临时操作啊 给各位看一下 自发光 照度也可以改 颜色 自发光的材质这个完全已经解决了啊 照度值可以改 你可以让它不亮啊 可以慢慢改它的照度值 非常方便 啊 自发光 比lumin的颜色其实不重 这是因为我没有调 我是给各位临时展示的啊 他这个 我因为我拿这个已经出了好多图了 其实没有lumin的颜色重 可以给各位看一下 我拿lumin出的 拿lumin出的 拿escape出的图啊 找一下 关键是快啊 你不管 你不管lumin它怎么样啊 这个真的很快 这个太快了 这也是直接用lumin出的 需要汉化吗 其实这个功能那么复杂 像我这 用语也不是特别好的 很快都上手了 你现在看到这里边的这些素材 全部是通过代理文件啊 全部是通过代理文件导入的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是 这个是so里边的这种植物的十大师的模型 全部是一堆块 包括后边的啊 后边的 后边的整个这个森林 用的是scatter啊 那我们这个scatter啊 直接做了 所以全是代理 而且escape对代理的这个支持非常友好 只需要sketchup本身的模型就ok了 所以这块的话啊 那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escape啊 然后那个今天的课呢啊 咱们就到这儿 主要是给各位把escape这块进行一个初步的介绍 ok啊 那咱今天的课呢就到这儿了啊 那今天的课就到这儿结束吧 这个刀虫大神辛苦 完了讲渲染器和插件啊 两个一起讲 这其实换脑人都挺费劲的 咱们来放个歌吧 找个安静点的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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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